他家女人的衣衫还算完整 一个个嘴角流着黑血 看样子是服毒了 内宅也没有被翻动得太狠 或许这些乱民还是从骨子里头 对官员有一种敬畏感 云征走在死尸的丛林里 感受不到半点恐惧 仔细观察这些死人的面容 有的绝望 有的决然 有的痛苦 当然还有一个半个活着的 比如说兰兰就活着 只是他那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里 一丝生气都没有 云征围着他转了好几圈 发现他外面的衣衫 虽然被撕扯的粉碎 内衣却好像完好无损 居然没有被强奸 他的手上全是血迹 地上还有一把牛耳尖刀 刀口上也沾满血迹 地上还有一大滩血迹 一直延伸到甲山的后面 云征小心翼翼走到甲山后面 差点笑出来 小吴跟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 胯下鲜血淋漓 云征拿竹杖轻轻的拨开他破损的裤子 只见这家伙的下体已经被割掉了一大半 血水鼓鼓地往外冒着 这可不行 再这么流下去会死人的 那个东西已经没用了 而且还妨碍治疗 云征用刀子把剩下的半边也给他割掉 这样一来就变得平坦 很好包扎 止血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好在边上有一搂子石灰 云征抓了一大把 随手丢在小吴跟的胯下 生石灰冒着泡 很快就吸干了血迹 昏迷不醒的小吴跟大叫一声 身子直挺挺地崩的笔直 然后又昏迷过去 云征生怕那点石灰不足以直血 赶紧又往那里多撒些石灰 直到完全覆盖之后 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这回 肖无根的名号算是彻底做定了 肖家大门紧闭 很明显他们家没受到任何攻击 不过看着他们家人在自己烧自己的房子 云征就知道 肖老头已经准备开始争功了 做了好事不留名 云征带着苍尔他们将要出门的时候 一阵风从自己身边掠过 又是那个臭道士孝林 见到道士也不说话 遇见自己这个老熟人一个招呼都不打 从腿弯子里头抄起栏了就从门里冲了出去 云征没让苍尔他们动县令家的任何东西 悄悄从后门退出县令家 几个家庭打扮的人正在追孝林道士 自己这群人被忽视了 活人最多的反而是杏花楼 那些妓女都站在井台边上拿水冲洗身体 见到一群人过来也不躲闪 继续洗澡 而且洗得旁若无人 旁边的竹篓里头还有喘息声音传过来 苍尔他们大为高兴 冲进去就从里面抓了十几个光溜溜的男人 只要看他们离黑的身子和长满老茧的脚底板 苍尔就知道 发财了 这些人全是博人 也就是说 都是乱民 苍尔根本就不客气 掏出刀子就挑断这些人的手筋 丝毫不管他们的哀嚎 用绳子穿成一长串 准备牵到奶头山上去 云大说了 所有人都应该送到那里才合适 云征走的时候 又看了那些当节洗澡的妓女 发现他们对面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丝毫不感兴趣 从竹篓里又走出十几个满身瘀青的女人 加入到洗澡的大队伍中去 暴乱也好 平安也罢 这一切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 不是说大宋的青楼都是文人默克的恩主吗 那些妓子一个个不是貌美如花 就是体贴温柔吗 按理说 应该施畅仇合才对 怎么就变成了一堆行尸走肉 下见到连暴民都不愿意杀掉他们 没时间伤风悲悦 云征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必须为这些尸体还有活着的暴民找到买家才行 一旦永兴军赶到这里 这些尸体可就一文不值了 死了很多的捕快 估计都是府衙赶过来的那些 只是被钢刀砍死的人多了些 暴民不该有多少钢刀的 更不要说他们的身上还有箭矢插过的痕迹 弓箭这个东西 鼠遍斗杀官都找不出二十具来 能够密集船舍的箭手也挑不出几个 不过武勋传家的萧主部一定有好多这样的老人手 这些捕快的死该是萧主部的手笔才对 流民们攻陷了斗杀官 却没有攻破高墙大院 不光是萧主部家里没有被攻破 繁华的富人区也没有被贡献 说到底 倒霉的就只有县令家和普通的百姓家 刘独头家的宅邸高大威恶 简直就是一座变形的堡垒 云征来到堡垒面前 刘独头一眼就认出了云征 站在墙上大声的向云征打探流民的情况 下来吧 刘独走了 我跟你有个大生意要谈 本来呢 打算将那些尸体全都卖给萧主部 但是在看到那些捕快尸体之后 云征就改变了想法 绝对的权力会造就绝对的腐败 所以云征打算给萧主部重新树立一个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刘独头 不管刘独头有没有跟萧主部作对的心思 只要他立下比萧主部还要大的功劳 他就只能自然的走上和萧主部作对的道路 不会随着刘独头的心有所改变 刘敏走了 这时候谈生意是不是有伤天和呀 没办法呀 军功这种东西往往都是瞬息即逝的东西 你如果不紧紧抓住 他就会从你的掌心溜走 怎么样 五百贯给你个杀敌无数的英雄头衔 刘独头没有给云征开门 自己用一根绳子从墙上滑下来 知道他的意思 也清楚这些大宅门的规矩 刘独头相信云征 不代表别人也相信 尤其是云征的身后 站着三十余个面目猙獰的大汉 这就更加让人不可信任 身家性命都围继在这道大门上 轻易不打开 也是老成持重的表现 怎么说 五百贯 我就算倾家荡产也拿不出来呀 刘独头从墙上下来之后 立刻小声的对云征嘀咕 暴民洗劫了豆沙官老刘 身为捕头 有缉拿盗贼的天职 一旦永兴军到了豆沙官 你觉得一个失职的罪名 你能不能逃掉 云征鄙鄙视的看了刘独头一眼 小声回答 我以为暴民只是小小威胁一下 就会离开 鬼才知道他们真的开始屠城了 不过上面就是打板子 也打不到我屁股上 豆沙县的治安已经被韩德接受 豆沙官的城防 由张副将管辖 再说还有林县令 萧主部呢 他们这些大脑袋顶着 关我和事 见到刘独头三两下把自己摘得干净 云征诡异的笑了一下 就打算离开 自古以来 善财难舍 这个笨蛋有这样的想法 丝毫不奇怪 云征的笑容让刘独头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现在可是丝毫不敢小瞧眼前这个少年 他处事之精明 判断之准确 早就让刘独头心服口服 如果说以前还认为云征说东华门唱名是个天大的笑话 现在他真的认为 眼前这个不仪少年 真的能在东华门唱名 至少在刘独头眼中 云征绝对有这个资格 云征 别走别走 帮老哥说道说道 到底是怎么个道理啊 你刚才的笑容 让哥哥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看在咱们往日的情分上 你可不能一走了之啊 云征想了一会儿 才回过头来 看着刘独头 你大难临头都不自知 你刚才说的那几个能帮你扛罪名的大头 差不多都死光了 林县令死了 就挂在衙门口上 那位张副将 我在进门的时候没看见 估计是躲起来了 他既然姓张 那就说明他是个杂鱼副将 不是出自将门的人 文官是怎么对付武将的 你很清楚吧 林县令死了 这是要表彰的 一场大灾难不能只有窝囊费 总需要一些亮点的 比如林县令就能上中列传 文官们干这事 哪手着呢 成都府的总捕头 韩德死了 脑袋都已经被乱刀砍得稀烂 不管怎么说 都算栗战而死吧 如果不这么说 成都府的知府大人 颜面何存 现在咱们再来把事情理理 林县令被表彰 张副将注定要被砍头 韩总捕头需要被抚恤 豆沙县需要有人重掌大局 你觉得你合适 还是消除不合适啊 云征姿着白牙 冷笑着问刘独头 刘独头被云征的一番话 说得汗流浃背 阴湿的天气里 汗水顺着下巴 巴达巴达往下滴 他用颤音一字一句地说 必然是消除不合适 云征拍着刘独头的肩膀 算你有自知之明 军队可以拿张副将人头交差 地方上难道就不需要给朝廷一个交代 除了你的脑袋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平息民愤啊 告诉你吧 现在是城外的暴民肆虐斗杀官 等到城里活着的人 受不了家人死亡的打击的刺激 他们也会很快成为暴民的 你们一个个不知道民变的恐怖 拿屁民当屁用 到时候城里的人醒悟过来 你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他娘的这样一个聪明人 竟然受了你无数的好处 真他娘的憋屈 本来躲在豆沙寨子里头 捧着饭碗看戏就行 你们一个个都他娘的死光了 山民的生意 我说不定还能捡起来重做 就因为欠你人情 这才带着寨子里的壮丁 趁着永兴君到来之前做点安排 好救救你这条命 刘独头也是老官场上的人物 云征说的这些话 他一听就明白 这是官府善后的标准流程 如果林宪令 韩德都死了 那么自己无论如何 逃不了脖子上挨上一刀的下场 云哥 帮忙老哥 只要是家里有的 你尽管拿 打死哥哥 我也拿不出五百罐呢 刘独头几乎是在哀求云征 五百罐 这是个很大的数字 绝不是他这样一个 刚刚发了一点财的蓄力 能拿出来的 云征狠狠地揪了自己头发两下 捂着脸痛苦地对刘独头说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 才欠你一屁股人情啊 你有没有五百罐 我会不知道 明知道你没有 我会跟你要 就算你勉强拿出来五百罐 嫂子和孩子们不吃饭了 你觉得这五百罐 我会跟你要吗 刘独头哭丧着脸 这时候还说什么吃饭不吃饭的 吃饭的家伙都要没了 云征 有主意你就说 哥哥我照办就是 只要能保住不掉脑袋 怎么办都行啊 云征把手从脸上拿开 木耐的说道 如果只是保住你的命呢 我会这么大张旗鼓地进豆沙关吗 我想把你这样一个笨蛋弄成豆沙关里的英雄 城里的人至少还知道 有一个官员肯为他们死战 这样一来 民怨就会消失 至于五百罐钱 你觉得 有那些不愿意让永兴军进城的商家出怎么样 对啊对啊 只要永兴军进城 最倒霉的 其实就是这些商户 他们能够立足斗沙关 当初就定立了贼来虚打的相关民怨 只要能不让永兴军进城 一千罐他们也肯出啊 只是你怎么把我弄成英雄 我就杀了两个往我家墙上爬的暴民呢 刘独头有点不好意思 左右看看像是在做贼 有廉耻心就好 这豆沙关里 要说还有一个比较有人心的官员 那就非刘独头莫属 我在奶头山上布置了一个战场 说白了很简单 就是把那些死掉的暴民的尸体 都弄到山坡上 装成一副工程的样子 还有些没死的暴民 你在山坡上杀了他们 这样一来 一个完美的战场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 当初在暴民工程的时候 你在死守奶头山 并且多次击溃暴民的进攻 杀死很多的暴民 并且寻击展开反攻 一口气夺回豆沙关 这种功劳 够不够让你成为英雄啊 本地官员已经平息了暴乱 永兴军有什么理由进城啊 那些商家会帮着你说话的 那些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定会用上 当刘独头 站在奶头山上俯瞰战场的时候 惋惜地对云正说 这么险要的敌事 假如张副将选择在这作战 说不定真能把暴民拦在城外啊 云正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张副将如果有这样的胆子 就凭小小的削主部 无论如何也翻不出浪花来 闻死剑 无死战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美妙的理想而已 杀布都准备好了吗 云正的手中拿着一把牛耳尖刀 恶狠狠地问刘独头 刘独头脸都白了 乐乐地问云正 真的要挨刀啊 能不能撒点血就算了 这个世上有不流血的英雄吗 就个火还烧得焦脱烂额的 你想有大收获就必须受大苦 没关系 我只是轻轻地搁上几头 不行 你眼睛里有杀气 一定是在恨我不管百姓 要是你的手一抖啊 我就完了 还是让刽子手来干这事吧 他手稳着些 刘独头难得的聪明一回 豆沙县的刽子手 是个白眼人多 黑眼人少的一个秃头大汉 据说在暴民进城的时候 还杀了几个进入他家的暴徒 最后暴民太多了 就背着五岁的儿子跑了 一直跑到刘独头家 才算安稳下来 现在听说要在这杀人 也就跟了过来 同时过来的 还有豆沙县的捕快们 他们也是第一时间 就跑去了刘家避难 刽子手手艺不错 嗖嗖的几刀下来 刘独头就全身冒险 吓得刘独头 胡乱地拿手指头 要去按伤口 一边惊恐地喊着 要别人帮自己止血 云征看了一下 比自己下手很多了 不过也是 刽子手的老娘和老婆 都在这次民变里遭了灾 赤条条死在自家的院子里 估计心里对官府的火气 比云征还要大 没打算放过任何一个公职人员 在当英雄的诱惑下 他们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挨了几刀子 刽子手最后对自己也下了毒手 割得又重又狠 满身缠满纱布的刘独头终于发了狠 带着四十几个捕快 冲进从城里抓来的暴民群里 大肆砍杀 看着暴民纷纷倒地 云征憋过脸去 这些原本的受害者 在发现别人更好欺负之后 就从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 现在又被别的施暴者击杀 所有的捕快在杀人之后 就开始重新布置战场 经过这些专业人士重新布置以后 战场终于变得有模有样 然后满身伤痕的捕快们 就开始进城去安抚城里的百姓 刘独头按照云征的交代 变得大功无私到极点 见到死亡的妇人 知道把自己的血衣给盖上 见到可怜的孩子 知道拿两个饭团子塞过去 见到受伤的百姓 还知道主动地去包扎一下 并且告诉他们不要难过 比加山上的粮仓 没有被山民攻克 萧主部一定会开仓放粮的 满身烟火色的刘独头 疲惫地敲开大户人家的大门 挨家挨户地告知他们 暴乱已经平息 可以出来整理斗杀关了 现在要预防的是永兴军 不能让他们进城关 一旦进来 那就是大家的灾难 大户人家没想到 关键时刻刘独头 还有这样的本事 纷纷表示愿意帮助 刘独头振机灾民 还愿意凑一大笔钱出来 请刘独头去军中说情 只要永兴军不进城 怎么样都好说 一时间 刘独头获得平民和富商们的 双重拥戴 毕竟这城里头 还有一位愿意为大家死战的汉子 只要看看刘独头脖子旁边 那道血口子 就知道这战事有多么激烈 生药行的几位大夫都是行家 瞧上一眼就能分辨出这些伤口的真假 借口说骨块们的伤口包扎得不合适 需要上药之后重新包扎 刘独头含着眼泪 感谢几位老大夫的高益 率先拆掉身上快成布条的内衣 赤着身子请老大夫重新给自己上药 每一道伤口都是触目惊心啊 有好些如同婴儿嘴一般张着的伤口 也都迅速的被这些感慨到极点的大夫 仔细的包扎完毕 当别人在小声打听 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受伤的时候 就会受到老大夫的严厉斥责 这些伤口几乎都是新鲜伤口 偶尔有几个是陈旧伤 那也不过是一两天之前受的伤 刘独头今日需要和报名作战 自然以今日受的伤最重了 萧主部原本有一整套计划 保全笔架山粮仓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现在当刘独头满身伤痕 带着百姓来领粮食的时候 粮仓守卫在眼睛已经发红的百姓注视下 胆战心惊地打开粮仓 眼看着刘独头带着捕快们给百姓分粮 不敢有丝毫阻拦 只能偷偷派人去给萧主部报信 满头白发的萧主部呆滞的坐在椅子上 眼睛里半点生气都没有 萧无根的声音声 每一下都仿佛刺在他的心头 掌房就只有这一根独苗 为了担心夭折 这才取了萧无根这样一个丑名字 没想到现在真的被说中了 子孙根没了 得到安插在粮仓心腹的快报之后 萧主部这才缓缓抬起头来 看着自己手下 一字一句地说 都是胡说八道 刘贵只是老夫的一条破狗 他没这个胆子 也没这个能力 更不可能亲自上阵去和报名作战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就到了他砍头的时候了 如何能干出这样的大事 萧主部在说出这句话之后 虚法囚章 河下的白须无风自动 苍狼一声就从猛兽的吞口里头抽出一柄血量长剑 挽了个剑花 整柄剑就藏在了肩膀的后面 陈生对着扶一说 你去 喊刘贵过来府上许话 天色渐渐地按下来 两辆牛车上堆满铜钱 这是云增此行的收获 他坐在车园上低头沉思 豆沙寨的汉子们一个个都放缓了脚步 就连老族长也是如此 唯恐打脚云打思考 现在 刘独头想不和消主不起冲突 那都不行了 永兴军的推官已经到了豆沙关外 见到整座城池已经受到控制 就不再纵兵入城 虽说永兴军的将主非常不满 但是那位推官已经接受了刘独头的贿赂 决绝地命令大军不得入城 这回刘独头很聪明 一次就把父后们挫到钱财的一半 送给了这位推官 六百贯的钱财 足以让这位八品推官 无视这些军中满汉的要求 推官进城了 他很想知道成都府的捕快是怎么死的 也想看看萧家是不是真的如同刘贵所说 富可敌国 送礼就好比是浇水 最好一次浇土 灵星的雨点是满足不了植物对水的渴望的 所以这次刘独头用的是大水漫贯的法子 并且帮着这位八品推官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池塘 这个池塘就是萧主部的家产 这是云征的主意 只有让推官大人惦记上萧家家产 才能最大限度防止他被萧主部收买 推官虽然只有八品 和豆沙县的县令是一个品级 萧主部说白了还不是刘内官 他只是个小小的九品官身而已 推官作为知府大人的左膀右臂 这个职位从来都是知府大人的心腹中的心腹 才能做的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就把左右推官 称之为知府衙门的两座门神 如今来的就是知府衙门的左门神 侯风侯如海 萧主部是认识这个人的 当年在成都府还在一起聊过风月 算得上是个熟人 当他高兴的出门准备迎接上官的时候 他的心却猛然一沉 因为他发现侯如海大人 正在掩着鼻子观看韩德的尸体 刘独头正在一旁滔滔不绝 向他讲述县里的弓箭装备的情形 侯如海大人非常愤怒 见到萧主部走过来 阴沉着脸问道 不知萧主部对这具尸体有何看法 萧主部虽然心惊 多年幻海浮沉早就锻炼出来 脸上的笑容在一瞬间变得沉痛起来 解下身上的衣衫盖在韩德的尸体上 悲伤地说 没想到啊 这场大乱居然害得韩德也命丧黄泉 听说他的一手刀法乃是传自前朝 想不到这样的英雄人物也会折翼斗杀官呢 说完这些话 抬手指向刘独头 都是你这匹夫 身为本县都头 自然有守家卫国的职责 现在却只顾着自己的小家 致全城百姓生命于不顾 跟害得韩德这样的英雄 死在斗杀线 刘贵 你罪不容住啊 刘独头抬着头 一言不发 只是那种悲愤的神情 傻子都看得出来 小主部见侯如海似笑非笑朝自己看过来 就暂时放过寿舍刘贵 而是诉说邀请侯如海进入自己家门 大人请入寒舍稍作片刻 悲执这就将豆沙县发生的事情 一无一时的回禀给大人 请官人入自己家 其实就是打算行贿 这是官场上的惯例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 就是被邀请的人 无论看上家里的任何东西都能拿走 每到这个时候 主人家就会特意将打算给上官的物事 摆到最显眼的位置 客人如果满意呢 就会拍拍这件东西 离开以后 自然会有仆役将这东西送到上官的府邸 小主部这已经是打算吐血行贿了 算是已经向上官求饶 可是所有的事情都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永兴君居然没有进城 刘独透居然没有做好送死的准备 想要借助永兴君的力量削弱豆沙关里的大户人家 现在看起来做不到了 他不相信刘独透能够收买推官大人 而这位侯如海大人乃是出了名的敛财能手 这种人到了豆沙关 想的无非就是如何发财而已 侯如海的举动又一次出乎小主不预料 他竟然一口就回绝了自己的行贿要求 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指着韩德的尸体 再次立声贺问 告诉我 韩德是怎么死的 豆沙关恐怕只有你这个武勋士家 才会保有大量弓箭吧 本官绝不相信那些指挥轮锄头的暴民 会如此熟练的使用弓箭 你看看这条长街 总共倒服了46位捕快尸体 本官在到来之前 就已经计算了成都府捕快的尸体数量 其余的都在成头 剩下的一个不差倒在你小主不家门前 你如何解释 小主不眼睛在一瞬间就变得赤红 他指着刘毒头 你这畜生老夫自问待你不保 因何如此恶毒的陷害于我 小主不太清楚不过了 这些捕快的尸体原本就不该出现在自家门前 最该出现的是离这不远的浅姐 自己就是在那将韩德置于死地的 刘毒头并不答话 而是公身站在侯如海身后 完全一副听从侯如海处置的模样 侯如海对刘毒头的表现非常满意 这就是个不会说话的满汉 这种人一般情况下是最好对付的 这不是吗 小主不已经在准备拿下这个满汉顶罪 侯如海笑着挥了挥手 立刻就有摆是个直枪的永兴军军汉 一股脑钻进了萧家 这个时候只要找到弓箭 就能将这件案子弄成铁案 萧家就算有天大本事 他也翻不了案 你敢 萧主部大吼一声 大鸟一般贴着墙根冲进自家府底 他很清楚地知道 那些弓箭手就在后堂待命 无论如何也逃避不过去了 看到萧主部苟急跳墙 侯如海笑得非常开心 刘毒头没有说错 韩德有八成是死在萧主部的手里 既然如此 自己这趟斗杀官之行绝对不会空手而还 自己之所以能够快速带着永兴军出现 就是在知府大人接到林县令求援文术之后 紧敢慢敢还是没有阻止暴乱发生 在林县令的文书里早就把萧主部定为这股暗流的操纵者 原本在侯如海的预料中 豆沙县定然已经是倒废四起的混乱状况 在这种情形下 快速的尔定豆沙县的局面才是第一位的 这时候呢 必须找一位得高望重的本地人出来主持打局 至于其他事情只能慢慢解决 刘毒头的出现 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位浴血厮杀的英雄足以安定地方 更何况他已经取得全体豆沙县士绅的支持 这个时候不顺水推舟的除掉萧主部更待何时 交战非常激烈 侯如海黑着脸 看见自己部下不断的重箭倒地 几乎快要崩溃 大手一挥 剩下的军士立刻就加入战团 因为要来评判 这次带来的全都是军中好手 现在百十个人打不过五十几个 让侯如海非常恼怒 刘毒头抽出刀子 忠心耿耿护卫在侯大人身前 死命地挡着根本不愿向前走的侯大人步步后退 刘贵 你要干什么呀 走开 将士们在前面厮杀 岂容本官上前观战 当着老百姓的面 侯如海大声冲着刘毒头大喊 不承认大人 现在斗杀官就靠您主持打计呢 肖老贼凶悍无比 您万万不可上前 被职就算死 也不能让大人居于险地 这番话被刘毒头说得声泪俱下 百姓们看到自家英雄都在流泪 也大声鼓噪 请求侯大人莫要上前 肖家从来都是非常强横的 侯如海惊讶地发现 这些愤怒的百姓也冲进肖家 拿着门板帮着官兵抵挡流史 这让他的鲜血蹭得一下就涌上脑袋 满脸涂红就像喝醉了酒 什么是民心所向 这就是民心所向啊 当百姓的愤怒有了个宣泄的口子 斗杀官就非常好治理了 很简单 只要允许百姓们发泄出胸中的这口恶气 他们就会恢复懦弱的百姓 古来皆然 贼人来的时候 他们因为恐惧或者心怀侥幸 选择不抵抗 当自己的身家受到严重创伤之后 他们又会变成极为勇猛的一群人 大宋的老百姓就是这样一副性子 侯如海做了多年的知府幕僚 怎么可能不知道老百姓的本性 看着那些重见倒地的老百姓 仍然嘶喊着向前冲锋 侯如海几乎想要纵声高歌 脱口喊道 壮士勇气可嘉 战后本官一定重重有赏 于是那些本来还在犹豫的百姓 也轰的一声冲进了肖家 唯独留下刘独头 护着侯如海站在门外 侯如海担心地问刘独头 这些人冲进去 不会把肖家洗劫一空吧 刘独头从旁边店铺里头找了一把椅子 小心拿袖子擦干净 放在侯如海身后 见到侯如海坐下来 这才小声说 大人就让他们抢 抢得越厉害越好 肖家摆在明面上的钱财能有多少 据小人得知 肖家后花园里头有道暗示 那里才是放钱的地方 侯如海听了刘独头的话 立刻就恢复平静的模样 对于那些扛着各种务事 从肖家走出的百姓 频频点头示意 这样就太好了 肖家的财产都被百姓抢光了 太好了 以后谁能说自己是为了贪图肖家财货 这才行的灭门之事 等了好久 侯如海一壶茶都已经喝完了 才看见自己派进去的鱼猴 怀里揣得鼓鼓囊囊的出来禀报 说肖家贼子已经被尽数剿灭 请大人捡点 侯如海狠狠地瞪了一眼鱼猴 在刘独头的陪同下进了肖家 肖主部横躺在花青前面 周围横七竖八地 倒着七八名已经战死的兵勇 一口关刀斜斜地披在一棵古树上 身子几乎被砍成几截 只有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完整无损 这是兵友们为了好报功 特意留下来的 侯如海点点头 跨过肖主部尸体进入后堂 肖家女眷已经全部死光了 都是被剑射死的 看来肖主部已经知道 今天不能信念 为了家眷不受侮辱 特意下了杀手 大厅里头除了死尸 什么都没有 女眷尸体上的首饰 也被搜刮一空 大人 萧贼满门共计四十一口 全部在此 无一遗漏 负贼一百三十三人 也尽数被百姓击毙 只是家财也被百姓拿走了很多 侯如海用嘲讽的目光看了于侯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官清楚 百姓拿的都是粗本之物 能值几个钱啊 用不着你拿百姓来说笑 不过这次看在你们精心竭力杀贼的份上 本官就不予追究了 当了多年的军汉 想必也没攒下多少银子 这次就算你们出了趟邮差 战死将士的抚恤 必须由你们自己出 本官会另外给赏钱 不得向这些钱财伸手 谁伸手了 本官就砍下他的脏爪子 记住了 于侯听了大喜 立刻下拜贵仙 不但他下拜 身后那些兵丁也纷纷下拜 这样仁义的大头巾实在罕见 有这种上官 那就是死了都不愧 侯如海哈哈一笑 吩咐兵勇守住花园 自己和刘独头来到甲山附近 侯如海指着甲山 也不知道这些人的心思都是怎么长的啊 有的没的都喜欢在后花园里头弄点假山 你看看这假山和整座府邸 丝毫没有和谐之处 如果有什么密室之类的东西 就应该在这吧 刘独头眼睛都直了连连拱手 他人您真是明见万里啊 确实就在此处 上回送前啊 小人见过肖老贼开启宝库 所以知晓一些 这就打开请他人过目 侯如海见刘独头傻得可爱 掏出自己的小菩萨 在他脑门上拍了一截 你个蠢汉哪 人家的宝库开启的时候 你半点不忌讳的站在一边看 难道就不知道那是取死之道啊 是肖老贼让我看的 刘独头叫起了撞天驱 侯如海懒得和这种蠢人多说话 拿蒲扇直指 示意刘独头打开密室 自己要看看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 刘独头用尽力气 将一座小点的假山推开 一条暗道就出现在两人脚下 走到暗室的铁门前 刘独头掏出从消毒部身上解下来的钥匙 打开铁门点亮里面的油灯 这才请侯如海下来观看 这里头放着六口大箱子 侯如海打开其中的一口箱子 看了一眼 狠狠地咽了两口吐沫 全是十两一定的银元宝 偷偷瞄了一眼刘独头 发现他乖巧的背过身子 看着铁门后面挂着一把连窍短剑发呆 满意地点点头 飞速打开其余几个箱子检查一遍 拍拍手对刘独头说 你送来的六百罐钱啊 拿回去吧 本官速来不收贿赂 暂时收下呢 也是为了让你放心 现在已经证明你是难得的勇士 在斗沙关遭受重创之余 还能带着捕快乡民杀敌无数 忠勇之心可嘉 等着吧 一个九品县城逃不掉的 刘独头大喜 那头就败 把脑袋磕得邦邦直响 侯如海笑得越发开心 指着门后挂着那把短剑对他说 看你是喜欢那把短剑吧 送你吧 本官见不得凶兵 此物不及啊 卑职呢 就是个吃刀口饭的 哪会有如此许多的抢救啊 大人赏赐 卑职怎敢不受啊 刘独头笑呵呵抱着短剑 非常的高兴 这趟柴是侯如海此生办的最狠 也是最顺利的一趟柴市 不但在斗沙县 博得一个侯卿天的美誉 也帮助自己的主官知府大人 消灭了一场大祸 自己没有收受斗沙县百姓世身一个童子 反而奖励了很多百姓 并且捐出自己半年的俸禄 帮着斗沙县百姓重建家园 从肖家查抄了财货文银 铜钱 共计一千三百贯七十六文 这些赃款是要压介入府库的 任何人不得动用分毫 在斗沙县停留三天 并非不懂人情世故的侯卿天 带着百姓赠送的六箱子土产 率军离开斗沙县 只留下了五百兵丁守卫斗沙官 二十九五道